我们进入今天的主要考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要区分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无名式行为能力 什么样的情况是限制名式行为能力 什么样的情况下是完全名式行为能力 那么判断他们的标准呢 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心智 如果你们要按到这张表来记忆的话 我得告诉你 你依旧会晕菜 所以说 大家先跟刚刚一样 我们把这个表先放到一边去 跟着我的思路 我们一起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 跟我一起画 你马上就能够了然于心 好 我们首先来看 我们刚刚说 判断它是哪种行为能力的标准 一共有两个 一个是年龄 一个是心智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标准 这条标准呢 就叫做年龄 好 那么另外一个标准是什么 是不是我们精神状态呀 好 另外一个就是精神状态 好 这两条标准 从左往右标准都是越来越高 我们首先来看 年龄我们要记住两个点 第一个是八岁 第二个是十八岁 另外还要标注一个叫 等同于十八岁 至于为什么要标注等同于十八岁 我后面会跟大家解释 好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精神状态 第一个 叫不能辨认自己的行为 它不能辨认是指什么 是指它完全不能辨认 一丁点都不能辨认啊 这是纯傻的情况 第二是什么 第二是不能完全辨认 就是有时候能辨认 有时候不能辨认 我们把它叫二傻二傻的情况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们这两个标准 如何把我们的行为能力 划分成三个档次 首先我们要明确第一点 我们的行为能力 从左往右 一定是越来越高的 对吧 一定是最左边 无明示行为能力 最右边 完全明示行为能力 接下来中间的 才是限制明示行为能力 这是一个趋势 大家是能理解的 对吧 好 然后下面我们就来看 既然是两条标准 那么大家就要想 这两个标准 到底是且的关系 还是或的关系 如果是且 两条标准都得满足 如果说是或 那么占一条就可以 那么大家想想 这两条标准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我告诉你 越往右 是不是我们的行为能力 要求越高 越高 那么标准也就越高 所以说我们的 完全明示行为能力 它一定是两条标准 都得满足 它得是且的关系 与之相对应的 越往左边 既然行为能力越低 那只要占一条就行 所以 无明示行为能力 是两条标准 只要占一条就可以了 它是或的关系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完全明示行为能力人 你在年龄上 一定要大于等于18岁 或者是等同于18岁 并且你的精神状态 要完全没问题 对吧 要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是无明示行为能力呢 要么你的年龄 是不满8岁 或者你是纯傻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的精神状态 那么沾一条 你都是无明示行为能力 排除最左边 排除最右边 中间的 那么都是限制明示行为能力人 所以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一定是先找两边 排除之后才能确定中间 一定是先看这个 沾一边 选无明示行为能力 这个两个要都满足 才是完全明示行为能力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这里有一个等同于18岁 大家就会想 什么叫做等同于18岁呀 来 我告诉你 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 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的生活来源 我们就视为他等同于18岁 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呀 大家想想 我们国家的九年义务教育 是不是我们从大概6岁开始 年满6岁就可以开始读书 对吧 我们国家实行的是九年义务教育 6岁加9岁等于多少岁 15岁 但是我们全国都是统一的9月1号开学呀 大家难道都是在9月1号那天要出生的吗 肯定不是 所以你或多或少的都比6岁大一点 所以这个时候往上再抛一岁 15岁加1岁 就构成了你的这个16岁的来源 所以在这儿呢 一共有三个数字 8岁 18岁 16岁 我觉得18岁是常识 对吧 大家不用记 16岁呢 我们也理解了它是怎么来的了 所以你只需要记一个 8岁就可以了 好 这是第二个问题 下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 注意 我们这儿8岁和18岁 这是两个节点 那么请问 如果他刚好18岁 或者刚好是18岁 他到底是属于这边呢 还是属于这边 有没有这个问题呀 这个时候要跟大家说一下哟 在我们的民法总则里面 以上以下都是包含本数的 超过和不满都是不包含本数的 所以下面我们回到这张表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是不满8岁 所以说他不包含8岁 我们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 所以他是大于等于8岁 小于18岁 我们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是大于等于18岁 所以说他是包含18岁 怎么理解 还是刚刚那张表 记住 所有的临界点 你在画的时候 你标注成10圈 然后箭头往上 注意没有 标注成10圈 箭头往上 什么意思呀 8岁往右边靠 18岁也往右边靠 在我们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 这个时间节点上 所有在临界点的 都是往上跳一级的 如果你是8岁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畴 如果你是18岁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范畴 为了方便你记忆呢 我又想到了 用一个场景来帮助你来理解 大家想想 我们以前经常看电视剧 一个人年满18岁了 在吹蜡烛的那一刻 然后爸爸妈妈都热泪盈眶的说 恭喜你呀 终于成年了 大家想一想 是不是你刚好18岁 就意味着你已经跨入了成年的范畴 所以说 当你满8岁和满18岁的时候 全是往上跳一级的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标准 这是我们整个主体的知识点当中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